过年前的福和宫很热闹 因为朱立伦市长回到地方发红包 他和广济宫合成中和两大庙 可见得在地方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国103年 游延川接下了福和宫及广济宫董事长的职务 如何传承优良的传统 并开启庙宇的未来 他面对着承先起后的重责大任 刚接下来这个董事长 我心里最想完成的一件事 就是一些妙惨的问题 因为过去都是有一部分 是祖父那一代是正义的 可是孙子联系这样几代以后 孙子这一辈就有了不承认 不承认你说要用正义的不可能 所以我们都找来协调 用购买的方式 那现在已经把我们福和宫这方面 完成百分之八十多了 这个庙厂先第一步 先把泥清买清楚以后 将来下一代的人要经营 就比较没有那么困难 农历3月23日是妈祖的生日 广基工会举办热闹的绕境活动 这是地方上一年一度的盛事 即使庙里主神是供奉开昌圣王 但却也同时供奉了五尊 分别雕至彰化南瑶宫 陆港天后宫 西北天心宫 新港奉天宫 和北港朝天宫的妈祖神像 所以每年的绕境总是受到中和人的重视 另外农历的7月15日是中元节 广基工与福和宫会举办普渡活动 而这其中放水灯及普渡法会最受瞩目 通常会由各里里长代表参加 算得上是地方上的年度盛事 在农历的7月14日当天晚上 庙里会举行放水灯的仪式 通常会先进行热闹的辖区绕境 而由镇头及车队组成的队伍 最后会到达新电溪沿岸的放水灯 包括张河 南市 秀庵 各地区各里 以及原山部分的林里都会有元首灯 在里头点上蜡烛 插上炷香 随着溪水漂流而去 中元普渡的传统习俗是为了抚慰亡灵 也同时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而对于宗教活动的推广 游延川上任后已经逐渐延伸到全国 甚至是全世界 全国有一个联谊会 开张圣丸联谊会 我们也有担任理事的职务 参加各台湾各公庙的一些 集办的一些庆典 每年都会固定一个公庙来主办 像两年前我们也主办 北七联谊会是我们广继工来主办 那像一些国际性 一些我们开张圣丸 原主是从湖建 漳州 那么我们也曾经去过漳州 就是湖建 漳州 来探访 来行根 和他们交流 把这个 我们这个信仰这方面 来推广出去 将优良的传统传承下去 游延川坚持不能忘本 尤其是带领着福和宫和广济宫 两大庙走入社区 有任何的活动 邀请地方人士及社区居民一起参与 总是社会公益不落人厚 像我们的消防队 消防队我们建它 总共应该是300多万 是最新的红紫外线仪器 这是过去南四角分队 有一个在地下室来训职 那原因就是说 我们政府一些设备 不是顶好的 广机工是直接 可以向那个美国经口商来买的 像在地下室 或是都不会说因为火災 烟雾美妙 找不出方向来逃生 这个一切是全国 现在目前全世界最好 在奸血这方面 我们每年都有三个月 举办一次奸血活动 那也增 我们广机工和福和工 每年都增给奸血带一万个 这个金额也相当高 还有奸给我们奸血中心一部 那个血液的运输车 它这个是要冷藏设备 这部车子将近一百多万 神农文化祭是福和工一年一度的代表性活动 在庙里积极的推动之下 参与的民众逐年增加 民俗正义一波接着一波 本土文化在地方上扎根 民众佛老西又热情的参与 而这就是传承 很想说把宗教的力量来由我们国校或是国中 我们现在也和这些学校在谈 小学生都有这个观念 他们读书以外还对宗教一个信仰 将来长大以后 在心态方面比较不会偏差 像我们目前也和中和所有的中小学 正在研究这方面 和老师校长怎么配合 和我们正在跟校方联系中间 广进宫及符合宫提供的不只是祭祀祈福 也主动走入社区 过年前与独居长辈围炉用餐 并且举办议检及议诊 为他们整理门面并关心健康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握住每双手 游言川表达了一份最诚挚的关怀 中家新闻 卢秀娟罗直中中和产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